零售巨多阿里巴巴今年1111光棍节写下人民币1682亿元,约新台币7569亿元,销售记录 如果阿里巴巴正智力结合传统零售与网络支付的试验奏效,将渴望拉大领先亚马逊的幅度 彭博Bloomback报道 阿里巴巴投资海外并智力结合传统零售与网络支付,今年双11光棍节销售成绩超出花旗集团预估值,营收年增39% 其中更有高达9成交易透过行动装置之行,最尖锋时段,阿里巴巴一秒钟得处理高达256000币交易 花旗先前预估,阿里巴巴今年光棍节交易会比去年成长超过三成,应收约人民币1580亿元,成长率仅去年一半 即便如此,欧美黑色星期五与网络星期一跟这个数字相比,还是小屋见大屋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把光棍节活动当作多项计划的试验场,它要用科技翻修中国规模4兆美元的传统零售市场 这项试验渴望让阿里巴巴在中国饱和的市场获得优势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伊凡斯Michael Evans接受同博电视BloombackTV访问是谈到新零售策略时说 完成线上与线下整合,不只是科技整合,还有品牌与个人化消费者资料及效率 这项工程相当浩大 阿里巴巴利用光棍节活动测试云端运散,交货,付款部门的极限,绑住传统零售页顾客借此获利 光棍节活动前,阿里巴巴团队到全国各地协助约60万家夫妻小店及约1000个品牌 将他们的电脑系统升级,这些零售商将成为交货及仓储中心 为了让中国600万家便利商店连上网路,阿里巴巴使用了应用程式App零售通 并建议商家采买产品及如何陈列产品从阿里巴巴专用仓库运送 排除中间商理论上,这增加获利 尽管阿里巴巴的大零售试验才刚起步 但若奏效,将可拉大领先亚马逊Amazon的幅度早在贝索斯 Jeff Bezos创立的亚马逊宣布收购全时超市公司Gold Food Market 之前好几年,马云就与大军回向实体零售世界 赤资数亿10亿亿美元买进零售商店购物中心甚至百货公司 且在营收面上,阿里巴巴也开始收割初步成果 主要由荷马、Hina、超市与英泰、Intoin百货构成的阿里巴巴新零售事业 9月这一季营收跳增5倍 阿里巴巴试图在技术平台上给予荷马模式特许经销权 这种模式在单一据点结合超市、餐厅与物流中心 尤其阿里巴巴最近才增加对旗下未获利物流公司菜鸟网络 Kaniel Smart Logistics Network LTD的持股拿到实质控制权 伊凡斯指出 在1111光棍节的背后 我们可能的往北配送高达71件包裹 这庞大的包裹数量 无论在中国或海外都需要一个非常强健的物流网络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事业上继续投资 零售巨拨阿里巴巴今年1111光棍节写下人民币1682亿元 约新台币7569亿元 销售记录 如果阿里巴巴真致力结合传统零售与网络支付的试验奏效 将渴望拉大领先亚马逊的幅度 图鞋子 Chata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